大家好,我是丸子老师 今天呢,我们要做的是披萨 披萨肉片有好多的料喔,看起来非常好吃 丸子老师呢,最喜欢吃的就是像这种玛格丽特 或者是海鲜总会 那你们最喜欢吃什么呢? 可以想想看喔,等一下就可以加自己喜欢的料上去 那我们披萨呢,首先就来做饼皮吧 下面这个圆圆大大的地方 那一样,我们要准备什么颜色的黏涂呢? 一个大白色,还有一个黄色,小一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我们就要开始咯 那一样,我们又要来挑颜色,我们就要拔合 黏在一起,拉开合起来,拉开合起来 那我们一样来数二十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加油喔!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检查一下还有没有白白的不均匀 那就再多拉几下 那如果都已经没有白白了,我们就把它搓圆吧 OK,搓成一个大圆球 抽完了以后呢,我们来把它用力压扁 因为披萨非常非常的扁 很像在烤披萨一样 OK,我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饼皮 那做完以后要心轻先把它拿起来翻面 确认它没有黏在碟子上 OK 好了以后呢,披萨饼皮先去旁边休息吧 因为啊,旁边我们要来做这个脆脆的边边 这个也很好吃 每次呢,晚早吃都会最先吃这个边边 好,边边的话呢,我们要用浅咖啡 所以需要白,黄,红,黑 准备好了吗 那一样哦 把揉在一起 那我们这次也数二十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好了嗎 這次比較多顏色 所以二十下還不夠 還有好多顏色在裡面 那再來繼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丸子老師再拉十下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們十下還不夠的話 就繼續捏捏 那如果十下好的話 那就跟著丸子老師一起搓圓吧 好 搓完圓以後呢 這次我們要搓非常的長 長到可以把你的這個餅皮的圈圈 把它圍住 所以我們前後前後 前後前後 搓長長的蛇 你可以用手掌心 前後前後 那如果變很細很細 就拿你的手指頭 前後前後 好 那要多長呢 我們來比比看 可以圍住你的這個餅皮 哇 環子老師的還差一點點 那就再一下下 那比較胖胖的地方 多搓幾下 多搓幾下 很細的地方 就先不要搓囉 不然會斷掉 ok 那我們把餅皮拿在中間 把它圍住 可以耶 多出一點點地方沒有關係 拿起這個黏土刀子 我們把它切斷 好 哇 我的黏土餅皮脆脆的地方 已經完成了 那現在呢 如果你的黏土工具裡面有比較細細的這種尖尖 我們用來把它壓成這個餅皮旁邊 一格一格的 我們就把這個工具平平的 壓 空一格 壓 空一格 壓 空一格 壓 有看到嗎 我拿近一點給你們看 這邊壓過了 所以空一格 不要壓 再空一格 然後這樣子一直壓 一直壓 要一直轉一直轉 一直轉 這整個脆脆餅皮的旁邊 都要被壓一格一格的 你們可以放在桌子上壓喔 丸子老師是拿給你們看 所以拿的比較高 放在桌子會比較好壓 壓完以後呢 就會很像一朵小花一樣 這樣你的脆脆餅皮就完成了 好 你們好了嗎 接下來我們要做最重要的地方了 就是要加料 那加料的話呢 你看完 只好是這個 我有加香腸 還有這種 小香草葉子 然後還有橄欖 那另外呢 如果你很想要加這種 魷魚 或者是蝦子 或是蟹肉 放小豆豆也可以 那就看你想要加什麼 那今天呢 我們先做這個 比較簡單的 大家都可以一起做喔 香腸的話是紅色 所以我們選擇紅色黏土 然後呢 看你想要幾個香腸 嗯 我想要做五個香腸 那我就先搓五個圓圓 好 五個圓圓 那圓圓搓好以後 直接放到披薩上面去做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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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如果你的披薩很大 喔 這邊還有點白 我剛剛本來說想加五個香腸 可是我的披薩太大了 所以我再加一個六個 叮咚 好 那接下來 玩者老師教你們怎麼做這個香草葉子 香草葉子的話呢 它是水滴狀 像下雨的小水滴 好 下雨的小水滴 我們先需要一個圓形 然後呢 我們用一根手指頭伸出來 只壓住 輕輕壓住 一邊 然後前後前後 這邊就會變尖尖的了 有看到嗎 就變小水滴 那我們就把小水滴壓扁 變大水滴 那你就可以把大水滴 放在你的披薩上 那我們就來決定要幾個葉子囉 嗯 玩者老師覺得四片葉子差不多吧 我再做一次小水滴喔 一隻手指頭斜斜的靠一邊 如果你放在中間的話 就會變長長了 玩者老師用給你看 放在中間就變長長 所以我們要斜一邊 放它屁股露出來 OK 然後壓扁 好 你可以全部做完以後呢 再把它放到披薩上面去 一二三 玩者老師要做四片葉子 四 OK 葉子都完成了 我們就放到上面去裝飾吧 好 再來呢 最後是這個小橄欖 小橄欖的話呢 有一點點像甜甜圈的樣子 中間有個洞 所以呢 我們拿黑色 小橄欖可以好多顆喔 所以我想要 看這個黑黏土可以做幾顆 就做幾個 一二三 四 五 六 七 好 我的黑橄欖可以做七顆 那我把它放上去以後 輕輕壓扁 拿比較細的尖尖 如果你的黏土工具有比較細的尖尖就可以拿 那如果沒有的話 可以看有沒有牙籤啊 也可以放 然後從中間 搓一個洞 放上去 搓一個洞 放上去 搓一個洞 好 記得每一個橄欖都要搓喔 然後你的料啊 可以到處都有 有的在左邊 有的在右邊 因為集中在一邊的話 這邊的人咬一口都沒有吃到料耶 所以到處都要有喔 OK 丸子老師的披薩完成了 而且這一片做的還比這個大 超大披薩 可以全部的人一起吃 爸爸媽媽阿公阿嬤都一起來吃 那當然啦 剛剛丸子老師有說 你也可以加其他的料 比如說把這個切方方的就變魷魚 用彎彎的就很像香 蝦子 用不同的顏色去代表 那你的餅皮 我們剛剛雖然是圓圈圈 你可以做愛心形狀 或者是YC牛八型 這個也是蠻酷的喔 好 那今天我們的披薩課 就到這邊 小朋友你可以多做幾個 讓大家一起吃喔 那我們就下課囉 拜拜